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478集 在刘通宇陈瑞看来 那毕竟是林飞啊 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自从遇到林飞以来 林飞不知道做了多少震惊二人 甚至是震惊龙骨戒的事 再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了他的面前都变得轻而易举 简单无比 此刻 即便是青龙王说要去黑龙王手中 抢那六道青龙盾 他们可能都会满心的疑虑与担忧 不过 既然林飞开口了 那就没问题 林师叔 那你打算怎么办 硬抢吗 陈瑞眼巴巴地望着林飞问道 青灵与流通也都看了过去 林飞淡笑不语 随即张开明图 将一道青龙盾放了出来 青色的龙银直冲天上 滑光遍覆 青洒而下 青啸的龙银阵阵传来 见到这道青龙盾 青灵想也没想 直接出手 他腾越而起 周身便附一层青色的雾气 脚底隐隐有雷光闪过 刹那来到了青龙盾身边 右手伸出 青葱一般白嫩的手掠过天际 却令虚空都微微震颤 狂风暂歇 他嘴角带着一抹笑意 直朝那道青龙盾抓去 但就在这时 一座高达数百丈的九层白骨高塔 突然出现 拦在了他的身边 灵气缭绕 势沉力猛 根根白骨银润如玉 四十条尽致的法宝力量 倾泻而出 似九天清垂 青灵面上笑意不减 根本未曾将那座白骨塔 放在眼中 只是当靠近白骨塔之时 握掌为拳 一拳击出 煞世间 狂风如刀 席卷而来 随青灵拳头之上 那么汹涌的力量炸开 轰然落在白骨高塔之上 巨大的冲击波 激荡而出 青灵速度不减 而拦在他身前的白骨塔 已经倒飞了出去 伤势痊愈之后 青灵再也压制不住 自己的修为 王极强者之力 抖动八方 别说白骨高塔 即便林飞挪十万高山过来 也抵不过他一拳 白骨阵途 于空中等开 接住了急速坠落的白骨塔 青灵伸手去抓 被青色雷云 定在空中的青龙盾 可四道剑光已然来致 是白金青四色剑光 与空中纵层交错 编织成一片剑王 挡在青灵的身前 有完没完 青灵面上的笑语消失 指尖轻晃 一缕青色雾气 从青雷云中 弥漫而来 随他指尖而动 轻易地没入了 那片剑王之中 而后 青色华光荡出 于千万道剑光之中 展开 所过之处 剑王尽数消弭 可就在赤白金青 交织出剑王 要被完全破掉的时候 青灵脸色却突然一变 环绕在他身边的 青色雾气更浓 扑身开来 如云雾一般 环绕四周 徐徐而动 青灵眉头 越皱越紧 他咬了咬牙 卸去自己攻击的力量 指尖的青雾顿消 剑王散开 猙獰 剑侠与四道凶剑 横立在他与青龙顿之中 青灵不甘心地停了手 从空中落下 冷冷地看着林飞 神情严肃 心中讶异 刚刚 就在他即将要破开 困在自己身前的剑王之时 却突然感觉到 一道剑气 在周身游走 无形无踪 甚至无法防御 即便扑身开青雷云 竟然也丝毫察觉不到 那剑气的影子 只有一缕 锋锐的剑意 悬立四方 让人心中坠坠 虽然青灵不惧环绕在自己身边的剑气 却也知道 一旦纠缠久了 自己稍微一个不注意 那一道看不到的剑气 必然会给出致命一击 更何况 他也知道 林飞除了已经出手的这些 还有不少底牌 若是正面一战 青灵不会怕 他有信心 能够将林飞斩杀 可现在的问题是 他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 去控制那道 要飞窜出去的青龙盾 一旦将青龙盾抓住 他要耗费 大部分的心神与力量 去镇压 真到了那个时候 青灵也不敢拖大 说不定就会吃亏 青灵看着林飞 某种已经沾染了些许怒气 他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 这林飞虽然说 只是命魂圆满的境界 可若是真的以性命相搏 他已经有了 与自己一战的资格 沉默 在青灵与林飞之间蔓延 流通与陈瑞看得心惊胆战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 以免这两人真的打起来 误伤自己 那一道捉摸不定的剑气 依旧环绕空中 慢慢地朝困住了 青龙盾的青雷云而去 为了以免自己的法宝受创 青灵只得将青雷云 给收了回来 只是看向林飞的目光更冷 你什么意思 林飞笑了 诶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 说完 林飞祭出一缕真元 淡金色的光芒划过天际 从那片笼罩着青龙盾的青雾中 破开了一道口子 有了出路 被镇压许久的青龙盾 立刻飞了出去 青灵抬眸 见那青色的龙影 往远处急驰而去 越飞越快 最后坠落而下 没入了这片群山中 阴气最为浓郁的一处地方 那地方距离他们所站的位置 不远也不近 一片阴气森森 青龙盾刚刚降落 便被一道浓郁的阴气 给卷了进去 顿时 大圣的阴气腾染而出 将四下虚空染成了黑色 青灵缓缓转头 目光直直地盯着林飞 杀意森然 寒意淋淋 我需要一个解释 面对青灵的怒火 林飞依旧表现得不急不缓 她笑着说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如果青龙盾落在不同人的手中 我一个一个抢过来 必然会成为公敌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不让黑龙王来当这个公敌呢 林飞看着青灵 刚刚黑龙王想要以展示实力的方法 令墓穴中的众人 萌生褪却的想法 但是 他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 一旦利益的诱惑足够大 很多人都是愿意去拼命的 现如今这种情况 三道青龙盾 与一道青龙盾 对我们而言 没有区别 但是对黑龙王来说 多增加一道青龙盾 便会暗地里多出不少的敌人 说完之后 林飞又添了一句话 不让你去抢 那是为了你好 青灵默不作声 他想了一会儿 抬眸去看青龙盾消失的地方 那片天地中 阴气浓郁到似乎要凝聚出水 青龙盾被阴气席卷而下 就要落到群山之下的时候 有三两头鬼匠级别的鬼物 争獰着面容 朝他扑了过去 不过 那些鬼物还没等靠近青龙盾 便被一道汹涌而至的威压 震成一片鬼气 下一瞬 一座棺材 突然从群山的浓郁阴气之中出现 浓黑如墨 有金色的纹路 如一座八卦镇图般 环绕在棺材之上 熠熠升光 将四周群山压得不断下垂 鬼气蒸腾 环绕四周 凶悍的力量震慑而出 四面飞来 想要抢夺青龙盾的鬼物 尽数化作了飞灰 看到这座棺材 青龙双眸微睁 脸上一片震惊与疑惑 怎么会 而后 一个巨大的虚影 从棺材之中缓缓站起 高达千丈 鬼面猙獰 当这道虚影出现的时候 棺材之上的金色纹路 突然涌动了起来 如同金光一般 从棺材上流出 没入了那虚影之后 四周无穷阴气 滚滚而至 化作长河 涌入了那虚影的体内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欢迎订阅朱天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